这是一款DIY的蓝牙2.0银箱 这是遥控器 然后银箱的后面 背板这里 这是电源输入 AUX输入 DF卡 把这个电源插上去 打开电源 连接手机的蓝牙 这个叫IS-20 IS-20音箱 以连接 银箱开大 音质画面 这个是因为是手机录音 听起来肯定会不好 而且音质也是因人而异的感官不同 在这里对音质 做讲解 然后主要是针对这个音响的设计思路 录一下 讲解 这个音箱 是被动辐射式的 有两个被动辐射的任务 B音 到这个前面两个喇叭是2.75寸的 70x70的裙比喇叭 B音 在脸颊上留下的 大石火的 B音 B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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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纸是磁铁护磁是后面加上去的 所以那时候是临时贴一下把它定位 现在可以把它拆掉 护磁已经用胶水粘住了 这个是主磁 看一下这个喇叭的尺寸 是弯形70乘70的 就是2.75寸 这个是纸盆 这是W布边 上面贴 上面有上阻尼胶 里面这个是音圈 19线的音圈 这主磁 这是护磁 第二个护磁能增强磁场 这是密封圈 注意这个箱体的话 一定要注意不能漏气 这就是两个2.75寸的全屏喇叭 W布边加上纸盆 布边用阻尼胶 然后再一个密封的枪体 配两个被动弧色的 假喇叭 两个2.75寸的喇叭 两个被动喇叭 中间配重 密封的枪体 不能漏气 两根喇叭线 连出来 也有4个脚垫 在这个底下一个木板 这里有个间隙 大概是5毫米 也整栋有个弧度 好 现在把它装回去 先把这个底下的木板 把它锁回去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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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把公换板张回去 这个 两个喇叭线 注意这个是由左右之分的 两个喇叭线 左喇叭跟右喇叭 分别插到这个端子座上面 再把这个按键板的点平线 伸到前面来 把它装进去 空换板装进去 锁起来 前面就一根按键板的扁平线露出来 对这个电路板是相当的简洁 这是一个按键的显示板 这里一个排线的接头 把这两个两边要拔起来 这个有个方向 先测试一下 这是12伏飞标飞标的3.5A的12伏3.5A的一个电源 这是12伏飞标飞标的3.5A的一个电源 OK 这样子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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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过生意的每一天 那一个夏天 在心底深藏 偶尔当样 渐渐泛黄的相片 带我回到某一年 等某一天 尺寸是多少 285 98 105 9 这个箱体 这样子的箱体的壁后 是 九犁的板 底下是两个被动板 前面是两个主喇叭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喇叭的规格书 这是一个70x70的2.75寸的全屏喇叭 而它的主抗 核定主抗是6欧米 最低工程频率 150赫兹 这些灵密度有83dB 有效瓶框 有效瓶框範围 150-18K 可以 说好看一点是18K 其实只有16K 这个地方16K 下来一点有到18K 左右 功率是10瓦 可定工率 5 10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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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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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水平相当是个水平线相当 这个主看 主看曲线 这里 波峰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150赫兹 最低控制频率150赫兹